西亚里·克林顿在纽约的支持者们正在做最后的努力 他们向各战场中的民主党人打电话 发短信 一些民调显示共和党候选人唐达德·川普的支持率直逼克林顿 因此这也是一场争取选民的赛跑 我真觉得这是从此市场狂奔 在户外 纽约市的马拉松选手冲过终点线 整个过程中有数千名警察保护他们的安全 美国情报官员表示 他们注意到了有关在大选当日 或之前维基尼亚 德克萨斯和纽约等州 可能遭遇恐怖袭击的说法 虽然这个威胁并不具体 但是总是保持着警惕的纽约官员们 并没有掉以轻心 这个威胁特别关系到纽约市 因为两位总统候选人星期二晚上 都将在这里举行胜选派对 克林顿的活动地点是在一个天花板和外墙 都是玻璃的会议中心 川普的则是在距离他在川普大厦的家 几个街区之隔的一家酒店 阿纳德·阿呼亚是川普的支持者 大家担心的不仅是自身安全 还有总统候选人的安全 在选举的最后关头 官员们承诺会粉碎任何试图破坏民主的行为 美国之音普雷苏帝纽约报道